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平均发挥还是一般的 这回我们给小胖族当忠诚 看看发挥怎么样 小胖族一上来就对两位美女很不爽 他说捆绑play 二会鲁树并没有盲耗施离婚禅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连开两个无中生友挂上冠石斧 跟着祖公盲 我去这跳的是忠诚 不大时跟我们一边 然后上来霸气的盲狱 但是不得不说 这回盲狱的命中率是很高的 好 诸葛景 不管狱兽是什么身份 诸葛景肯定是反贼了 好 这个狱兽是先打了一下貂蝉 然后又打鲁树又打貂蝉 这个打得非常的诡异 个人倾向于给他标个列尖 是吧 大乔剩下的应该就是反贼了 否则如果他真是反贼的话 没那么淡 我们打他 纯粹就是为了得一个美影 是吧 知道 即使打他不掉血 咱的美影照拿 好 这个万剑一放 打死了一个反贼 收了三刀牌 好 这时候这狱兽肯定这回就得散了 如果狱兽要坑我们的话 应该是我们杀他的时候 散万剑的时候不散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法得到美影了 这个狱兽 看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 我们杀他的时候 在美影的时候 他没散万剑的时候散了 好 这个后面的全是反贼 这个内奸一上来 就表示的比较偏凡 待会就要陷入三打四的一个困境了 好 这个勒布斯鼠被佐斯给弄掉了 是吧 佐斯他没有马术 所以他只能潜规惹我们的大桥 好 虽然这个潜规惹只是白搞的 哎呀 佐斯挂来看不破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估计拼无限拼不赢了 鲁大师估计也要被烙了 估计大桥最看不起的就是我们这个造香了 应该不会来烙我们 好 看看我们只能看看天过了 哎呀 给力啊 一个乐 水拉 希望鲁大师乐也水 哎呦 这个五谷开的 佐斯连把两个黑都搭去 但是这个拘兽还是比较友好 比较友好 没有跟我们抢这个无懈可击 虽然这个小内奸一上来搞了一下鲁大师 但也没有那么不堪 好 我们这一个无懈 哎呀 可惜 这个佐斯里面又有一个拿了一个黑牌 但是我们鲁大师再一次的判了一个红桃 是吧 朱哥姐是没有办法的 他有一个红桃加一码 好 这个拘兽来了 这个九杀卢树 朱老师的八卦也很可给力 又是一个红桃 好 我们这时候再继续杀 给我们这时候用了一个眉影摸了一张牌 一个龙短摸了张牌 然后把狱兽往死里打 管你是不是内奸 是吧 这个南文露心这一放 这反正就要吞得嗷嗷叫 可惜南蛮不搞眉影 是吧 好 我们刚才用了一个眉影 身上还有一个眉影 是吧 因为我们用眉影之后又杀中了 咱现在一共有两个眉影 好 这时候死北还要一个桃 这狱兽就是不死 真是霸气 我们现在只用过两个 用过一个眉影 身上有一个眉影 如果我们浮汉的话 那只有两上线 那只有应该是 对 应该是只有两上线 两上线的武将还是比较弱的 我们要看看再说 毕竟咱现在有四上线 四续变成一个两上线的太亏了 好 我们的左翅已经开始说上气话 觉得反折也赢不了 那意思就是叫内奸赶紧加紧帮忙 看我们鲁拉斯要玩的节奏吗 这一个罐 还好有一个桃子 鲁拉斯没有玩被热住 但是现在左翅是零排 鲁拉斯是无法耗施的 只要耗 我要去 这个热又添过了 那可以给我们撸一把 是吧 这个猪哥已经表示这能玩吗 结果鲁术没有给我们布牌 只是无损的撸了一下大翔跟巨兽 巨兽之后拆了鲁拉斯 这一个杀 这一个什么 好 没有了 咱们争取再斩一个 现在还不能浮汉 这一个杀又好 杀中了 杀中了就是漂亮 你留个酒是最好的 是吧 我们不怕你喝酒 不怕你十倍回血 咱只要没赢 现在已经有三个没赢了 三个没赢了 如果我们待会要浮汉的话 至少可以达到三上线 那三上线就不错了 是吧 只要能够找到一个三血的 这个蜀国强架 那就将就了 是吧 凑合凑合得了 好 这个南半路心 咱们肯定把杀给打出去 这个杀留着的话 下次也可能能够斩到眉影 如果斩不到了话 咱摸了伞 也可以这个龙胆 也一样的 还可以多摸一张牌 是吧 有很多不会玩照相人 喜欢斩着眉影舍不得用 我可以很肯定的 告诉大家 那是很愚蠢的 眉影要方魂 使用用龙胆使用眉影 是没有任何副收益的 好 独大师一个杀 一个杀 杀了也是白杀 你看我们就不同 我们杀了就不是白杀 好 是说这无险可击 我们的盾梅娜 到咱裤裆里藏了一个青蛙剑 不是裤裆 是鲁拉师 暗地里 杀给了我们一个青蛙剑 哎呀 我去 刚才我们化身了诸葛亮 刚才又是浮汗一闪 没有看清楚 结果觉得 这个浮汗的录像时间太短了 反正我们觉得 三上线不错了 化身了一个三血的诸葛亮 那就简单的说 就是完美的覆盖了诸葛亮 是吧 诸葛亮本来就是三血 咱们化身了诸葛亮一点都不亏 把这个荣王盾又移给了鲁树 咱们说完美的化身 关心空城 这还比左磁化身的更加彻底 是吧 好 这时候卢大师倒了 我们变成了这个主中内反反 小胖 这个火攻 把主角形搞死 进入主中内反 大乔你要杀他是可以的 大乔是没法流离我们的 咱空城神器 他这个白银狮子 是没法流离我们 这是不符合空城的标准 空城是不能成为杀的目标的 这小胖一个爆发连续打倒 这个两个犯贼 那么直接进入了2V1的强势境界 后面我们就关心慢慢的掠死 这位狱兽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这留一个脚 不用急着空城 小胖愿意的话放个拳 不愿意的话也行 是吧 小胖这个不愿意 就觉得他有连弩 准备搞一把 哎呀 这个火攻 这个顺手 小胖再有连弩也打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来 哎呦 这我好像扒下去一个顺手枪 又摸了一个顺手枪 悲剧 好 小胖再来放个拳 哎 来了一个杀 咱们觉得这次没有把握杀中 估计杀了也会被闪 我们这次来杀 来一个杀 然后再一个火攻 凶中了 就挂了 是吧 好 这次 大家看见没有 这回我们的照相的发挥 也就是那么一般般了 这主要是鲁大师 比较给力 但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是旁边住了一个狱兽 这个狱兽 我们打他 他失北不掉血 是吧 所以我们杀他 他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 尤其他也不喜欢留太多的伞 是吧 这样对我们斩方魂 提到了 提供了帮助 同时我们一共就斩了三个方魂 当然不是斩了 斩了用了 也算 是吧 我们就化成一个三血匠 可惜 这个录像实在是太快 我待会回头去看一下 那个五个匠是啥 待会在下车录像之前 给大家秀一秀 好 终于回到这里来了 大家看见了 我们这五个选择 夏猴霸 祝容 夏猴士 张蜜 跟诸葛亮 是吧 这显然是三血武将 就是夏猴士 跟诸葛亮 我们选择谁都可以完美的覆盖 这个这两个人 是吧 因为我们本身就斩了三个魅影 就会变成一个三上线的 选四上线的这些武将就会亏一点 但是选择夏猴霸 好像问题不大 是吧 我们可以这个满血就拥有挑衅 也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选择诸葛亮是没有问题的 好 第二次我们来看个反贼 这个武将依然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观影瓶 看当反贼的时候有多么的暴力 好 我们看祖公选择了中瑶 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祖公 但是面对着我们的暴力观影瓶 他能坚持几轮呢 上来一个武中神 看看他怎么玩 选择了盲狙 黄中跟戒黄盖 这两个无视距离的菜刀 又打了一下近卫的猪篮 祖公就是这么屌 布置没有打 二号位的布置 跳一个忠诚 很正常的 因为一上来 他能够唯一补牌的对象 就是祖公了 给我们一刀 两个不随 好 你忠诚挑出来了 是吧 你又祖公又连了铁锁 那咱们就来 直接觉醒 因为祖公的铁锁已经连了 是吧 所以我们只要血迹 布置就可以 好 同时血迹完了 咱虎啸的效果 这一则录像你体验出来了 我们造成火焰伤害后 受到此伤害的角色 各摸一张牌 大家已经看见了 然后本回合 你对这些角色使用牌 没有赤出限制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布置 不停的杀 不停的杀 我们一共三张杀 都可以朝布置排水 中神冒出头 然正好往死里打 好 中神冒出了一个真桃子 我觉得他应该活没一下 也可能他手上没有活没的 是吧 你这个不活没 出了一次真桃子 再就不能再活没了 好 我们显然造成了三点伤害 觉醒 青龙越远招来了 刚才我们用火杀 杀布置的时候 又给他布了张牌 那还是虎啸的 这个复制用 是吧 不管你是不是血迹的 那个血迹是火焰伤害 火杀也是火焰伤害 好 我们打完收工 我们的这个老黄忠 跟上一刀 将布置结果 一上来就建立了人数优势 是吧 好 我们的觉醒观音频 非常霸气的 没有了虎啸的副作用 发挥将更加 这个酸爽 好 黄盖开了个万键齐发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咱脱管的意思是 你看我们这 大家记住 这个脱管虽然也是一种战术 但是一般情况下 人不用就不用 我们以为可以脱管 会自动出这个伞 结果你看 那个电脑的智商就是不够 人家木鲁网马里的伞 他不出 不出也行 大不了咱卖血 掉了两血 咱就可以血迹两个人了 可惜 这托上一个勒布斯鼠 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这就是标准的七打八了 这两个身份肯定是相反的 咱也不知道 反正也没逃 竹篮就这么样被K死了 是个反贼 朝职就应该是中类了 现在进入了六人局 大家都是三三维三 但这个蓝蛮打的反贼是有点疼 好 我们现在只有一血被勒 这个伞应该能够 把我们一眼小命 把我们一次伤害 好 看看有没有无限 球无限 无限来了 好 那我们开始暴力血迹 可以血迹三个人 还有一个带藤甲的 带藤甲的黄盖 那就不客气了 咱用这个加一码 我们为什么选择两个人 明显可以选择朝职 我们可能怕朝职翻过来 是吧 不想节外生枝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也无所谓 是吧 他翻过来就翻过来 这个荣王盾还卡不死他 好 为了保险起见没有搞上朝职 反正打死祖宫就行了呗 祖宫现在因为黄盖错误的带了一个藤甲 是吧 这个黄中决斗先卖一滴血 然后再一个猎弓 让中瑶球两个套打得非常漂亮 这把两个暴力反贼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黄中 马超造成了一点伤害而已 我们跟黄中都造出了这个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只可惜这个MVP给了黄中 主要是他抢了主攻的人头 好 这次又展示了一下新版关一平的恐怖威力 面对这样的敌人 关一平的对手 千万不要随便挂藤甲 人家火焰伤害是说来就来 你挂藤甲的只能是引火烧身 好 再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反贼 大家猜猜 选眼光出来了 猜我们会选谁 哪个反贼最特别 对了 就是巨胖 乌吐骨 也叫派 好 我们的袁绍主攻 你变我们十五里血 随便你怎么放 我们这还刷手机卡 用着刷吧 可能我们可能想刷一个蓝蛮或者万剑 这个汉勇是在放蓝蛮和万剑的时候 落里体力值小于游戏轮数 你可以让此伤害加一的 好 张辽挑了一个反贼 是我们的队友 为什么要掏我们 嫉妒我们长得帅 嫉妒我们长得帅 还是嫉妒我们血多 好 你看魏妍那个技能要给我们多好 是吧 那个奇谋 魏妍放了个蓝蛮怒心 咱们是没杀被魏妍吸了一口 摸了一下 魏妍他也只能吸我们跟张辽 其他人他是吸不到的 他没有发动他的奇谋 好 借刀杀人指的是张辽 魏妍跳的是中类 好 这个连弩来了 但是都被张辽散过了 最后还是被魏妍吸了一下 这个决斗 魏妍决斗失败了 尴尬了 是吧 好 我们肯定是摸牌 我们还没有直接摸牌过 给了魏妍一下 把我们的身份跳出来 这样也好 免得张辽老子偷我们 多不合适 是吧 好 刚才周泰在张辽偷主攻的时候 没有反应 所以周泰应该也是烦 这位就是忠诚了 这个徐述 桃子都气了 我操 这是有多好 原来怕 估计是怕张辽偷 是吧 可见我们张辽 这个同伴 他的威力体现出来了 这又是一个忠 又是一个烦 身份就这么出来了 魏妍同志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这样袁绍有点不太敢放了 是吧 好 我们已经中了一个燃 这说明我们的体力是会慢慢流失的 这个火攻没有命中 如果命中的话 我们这个体力流失的速度就非常恐怖了 好 张辽偷了魏妍跟袁绍 周泰还是没有反应 应该是反贼 好 看魏妍这回能够爆发梦 这个杀又吸了一下 这杀这么多 一杀一摸 张辽扛不扛的坐 又是一瞬 这一瞬来了 是被热前卫 这个热是不对的 热这个张辽 他要赚好久 你不把其他的反贼当人看吗 好 我们再开了一个虎谷风灯 这个蓝曼怒青 存在身上蹲这个坑 现在是第二轮 我们还有十四里血 这个坑要蹲好久 好久 才能让我们的血少于轮速 轮速在这里 我们的血量在这里 好 这时候袁绍被徐树拼命的包养 孙上香还可以跟魏妍结音 刚才奄奄一息的魏妍瞬间就开始复活了 好 他这个乐视所果然是白贴的 是吧 好 但是这个张辽扛不扛得住 袁绍的这一团组合权力 这个无限合击不错 咱们都懒得散 是吧 好 国家还可以卖一卖 袁绍已经无力再放 这个张辽已经不想偷袁绍了 是吧 直接偷孙上香跟徐树的 好像还偷到了桃子 魏妍换上杖疤 咱这个蓝蛮继续囤 咱继续囤 现在已经是12的血第三轮 杖火难尽英雄胆 咱一直要囤到可以汉勇 一蓝蛮两血为止 是吧 反正现在大家都打得很嗨 咱即使反对这边少 咱们一可能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只觉得张辽有点快不行了 招态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方的魏妍也快不行了 哎呦 结果魏妍这一下吸回来了 吸回来了 咱也只能冰一下魏妍 然后再继续燃烧自己的身体 是吧 咱已经是死血 第四轮还要过六轮 好 招态只管奋机 这是第一个窗 肯定是倒不了 还把一个桃子顶在头上去了 好 这个树上香再次一个结音 哎呦 国家离线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咱本来我们在这蹲坑 就不希望有一个离线的队友 那后面有点没法打了 好 张辽直接挂上藤甲 意思是袁绍 你有本事就放吧 好 周桂妍继续 乐这个后卫的张辽 没有乐前卫的 咱们比较聪明 乐前卫的 觉得徐树 估计已经扛不住了 就乐了初上香 好 周太干掉了徐树 我们虽然有一个离线队友 但我们另外的两个 周太跟张辽 非常的给力 把徐树终成干掉了 张辽即使死了 咱也不会特别的吃亏 咱还可以继续的蹲 继续的蹲 哎呀 这个雷莎张辽挂了吗 咱出了一个桃 结果张辽还是挂了 你出了一个桃子吗 这初上香说 你看见了希望 你真的吗 咱们万箭也来到手里了 你看见了希望 这是因为你没有看见 咱们裤装里的东西 是吧 等我们裤装里掏出凶器之后 你就知道 你所谓的希望 只不过都是幻觉 好 现在已经是第七轮 第七轮 我们现在是八滴血 好 这个蓝蛮漂亮 这蓝蛮一放 咱一卖 咱卖到七滴血 就说明我们就可以发动汉勇了 是吧 看汉勇是要求等于就可以了 哦不行 要小于 哎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小于游戏 有人说 等于都不行 我那个去 咱还得再堆一轮坑 但已经不错了 树上香已经是一血了 你袁绍也只有三血了 就胃炎比较健康 但问题不是很大 咱周泰 你别看他只有一血 至少还要好几下 才能把他打死 郭佳 千万不要被袁绍给收了 这是咱们的桃子 一定要保一保郭佳 是吧 好 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卖了 这肯定是可以发动汉勇了 周泰第二个部区 哎呦 国家离线还能打个无线 哎呦 我们非常的欣慰 这个人头 我们笑纳了 这个慰言打 咱们不给 这是出桃子 就现在到我们 发动的时候了 战火拦禁 看到 放我者杀 我看看他的 听听他的台词 是吧 我们这一下子 这个加大 这个伤害加一 这样的话 国家是要两个桃 对方想不给我们人头 都不行 哎呦 这两个桃一收 又来了一个 南蛮奴亲 是吧 再放 刚才 哎 刚才这个台 什么 不是我对手 郭周泰再次 布局成功 这时候 这个孙上香 要求两个桃 是救不回来了 是吧 叮了一下 袁绍也要求两个桃 那肯定是救回来了 除非他 手上两个全是九 是吧 胃炎已经没东西了 老天 不住我原家呀 这看前面 这些反装们 打得多么的激烈 多么的精彩 我们就一个进站 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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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到第八轮的时候 这个蓝蛮 就体现重要 咱万剑还没用呢 万剑甩出去也是 伤害加一啊 汉勇出现了 不容易啊 无论虎 这个发挥 也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他的这个高 高上限 基本上给他有 这个吕蒙的效果啊 打也没有负重啊 可以指出 那这个尽情的用牌 又不用弃牌啊 但是更关键的是 这个汉勇就靠你的手气了啊 摸到蓝蛮 摸到万剑 你又是大爷 好 再看这个反贼 也是较为少见啊 至少在我的这个 主持人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啊 大家看看谁 诶 这斯瓦朗啊 一般来说 斯瓦朗可以跟刘备配合一下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反贼 我们不会跟刘备配合的 我们要跟我们的反贼队友来配合啊 大家看看 我们有没有机友 是吧 好 曹冲 被刘备盲拘了一下 看看他会怎么做 开了个五谷 有点偏反的意思 是吧 当然要具体要看他 跳了 再说啊 这个五谷下去 刘备还得了一个伞 这个铁锁连环 毫无疑问 反贼了 是吧 还通过他的哥哥曹丕 把刘备给翻了 曹丕也跳了一个反啊 这一下子 这个 这个刚才顺上香是发动梁柱啊 曹丕摸了梁的牌 那实际上反贼全部出来了 这一个 诶 我决斗顺上香怎么替刘备打出了这个 这个杀 就打得莫名其妙了啊 但我们已经跳了一个反贼啊 这个曹丕又把貂蝉给翻了啊 这应该是四个反贼都出来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啊 刘备也有神中寻遇 但我们这边也有神反 诶 这树上香难道第一次估计是给错了啊 可能树上香是忠诚啊 先咱们不慌着 不要身份啊 这树上香应该是给错了啊 第一次曹丛吃桃子的时候 他给了曹丛两个牌 应该是手抖失误 后面就比较明显了 激将替刘备出杀啊 然后又曹丕吃桃的时候 他就没有给牌了啊 好了 看来寻遇是咱们的队友啊 这个貂蝉跟张飞是这个忠诚 大家发现没有 咱们全是魏国啊 四个魏国的反贼 这样四个魏国里面 咱们司马朗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张飞想咆哮 能真有曹丛在 你还跑 曹丛在 把这个木轮的马都扔了 把我们救了回来 翻来覆去 好 这后曹丛看看一个火宫自己卖眼穴 估计是有桃子 哎呀 这正好卖了一个过猜啊 这犀利啊 这打的 他怎么知道能够火宫出一个过猜 实在是太佩服他了啊 好 咱们有没有 哎呦 想摸一个红牌咋就这难呢 那不要紧啊 咱拿两个黑牌 给曹丛曹丕补血 然后自己再吃一个桃子 等于三张牌换了队友两个血 那也是赚的啊 同时我们又发动了一下军兵 好 双枪贝勒 气牌过 看寻遇 这一下子 哎 闪电 闪电没有成功啊 这个冰凉存断成功了 给双枪三一下卖一下血 给我们补补牌 还是可以的 是吧 哎 来了一张红牌 这是好机会 一刀 然后我们再发动军兵 换到两张红牌 是吧 好 我们看张飞 一个铁锁 哇去 现在就怕 闪电把我们批了 这还有两道闪电 有点犀利啊 好 那时候刘备跟苏尚湘也有配合 这回是强强组合 完了 寻遇好像没有伞 我们记得 我们好像没有给寻遇伞 但好在曹丛这个桃子 哎呀 这桃子 这桃子一给寻遇 居然离开了 这样子少杰命不少呀 这是太悲剧了 是吧 好 这样这把 寻遇表示不好意思 刚才卡了 行 你这是卡了 不要紧 希望你后面能够表现好 是吧 我们再从曹丛再换了一下 有这么多红牌 然后给寻遇曹丛各补凉血 然后自己 哎 我们刚才可以吃桃子 方天三杀呀 可能我们舍不得 吃这个桃子 想把桃子再留在手里 这个不想方天三杀 实际上没必要 你三个队友都是凉血 你一血 这何必呢 吃了桃子 这个方天三杀 然后再发动军兵也不亏 好 我们看这时候 这个村上香 血醒了 这个万剑齐发 徐玉一下 看少补一张牌吧 吃了个桃子 还可以多补一张的 不过这个万剑 打得我们有点疼 但我们知道曹丛手上是有酒 还有桃的 好 曹丛把我们 又保了我们一滴血 然后曹丕又卖了血 翻了张飞 好 徐玉没有被闪电批 现在两个闪电 都停在翻面的中城前面了 是吧 驱虎突狼之夜要干谁 拼输了 自己有酒 截了三杀牌 一个铁锁连环 火攻自己 让曹丛翻过来 结果让曹丛翻过来 结果曹丛没有装备了 这个徐玉又自己吃了桃子 这雕蚕一死 不得了 曹丛一个大型伤 这下子发达了 雕蚕 整轮 整整盘游戏 三轮都被动过 一直被限制的死死的 是吧 好 刘备也离线了 其实不想再打了 当然 他给牌回血 双枪已经失去 阳住了 好我们这次再次用三张牌 跟队友回了凉血 咱们作为一个奶爸 这轮发挥的是不错的 咱四个卫国 队友全是卖血流 卖血流的队友 碰见我们这样的奶爸 在这里 肯定是打得非常爽的 我们这曹丛要一路推过去了 没必要 差不多就 刘备有捡一马 他故意是可以推过去了 曹丛也发现了 这貂蚕还没有出过手 是吧 树双枪跟张飞 就稍微出了一点点手 同时我们这四个卫国 玩得非常爽 我们也得到了战功 一者人心 属于这次我们卫国的幕后功臣 辅助 记得打DOTA的时候 一般要出现一个辅助的 给队友加加血的一个武将 这把我们斯巴朗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好 今天其实是反贼专场 第一则是个赵湘 是新武将 给大家看看新鲜 是吧 最后一则反贼 我们是三号位的曹植 还是有一个新的皮肤 不知道配音好不好听 主攻是刘小胖 看看场上其他人是怎么个搞法 这把是好像是禁卡局 同时这还是有名字的 这里忙 是吧 好 二号位真鸡被主攻忙了一下 然后他怒跳意忠诚 是吧 没有杀主攻 好 那真鸡 那就对不起了 是吧 虽然在历史上 我们俩是激情无限 很爱慕你 但是这里 这是个公事 不能因私废功 是吧 好 大桥来了 继续跟着真鸡打 跟着我们打 是吧 然后就开了一个南部星 这打桥丧心病狂 为了搞死真鸡 是不惜一切代价 这边李通爽了 这里卖了一个风 是吧 一开始牌比较多的李通 这个李通卖血 还是比较happy的 好 这时候元素给我们传递了 诸葛连鲁和一张梅花沙 那我们对着真鸡 突突突的节奏 是吧 好 这又是一个狼鹿鹏心 这李通 李通卖血爽了 这甲曲也爽了 两个南蛮 根本就不需要做出任何反抗 好 这个五谷风登 在无中生有 蔡文基在这里末制 又是一个南蛮 同时还是一个黑色的南蛮 甲曲又爽了 好 蔡文基终于跳了一个忠诚身份 一直到他给这个主攻陈琴 我们才给他标的忠 是吧 好 李通这下子 一共有三个风 可以出四次杀 出杀的次数是 多使用exon杀 可以杀四次 他跳了一个忠诚 甲曲就是反贼 甲曲就有点危险了 这一个杀 两个杀 还有三个杀没 三个杀 还有第四个杀没 我去啊 真有四个杀 这把李通霸气了 甲曲被打成了这个熊样 你不要随便开乱舞 好 给我们拆了一个梅花的八卦 这还是不错 哎呀 真的开乱舞 当一把自己给玩杀了 好 这时候这个针基有个桃子 我们一滴雪 大桥被玩杀 甲曲还去救大桥 你觉得这个三滴雪 没有三张牌 没有拿到手 不甘心 结果被李通拿到手了 李通是手和杀 真多呀 五个杀呀 用了四个杀 还有一个杀 这样让甲曲大跌眼镜 被干掉了 好 我们这时候要求逃 蔡文姬成琴 这一下子 主公气的梅花 杀都是我们捡 发现我们的若阴 克制有点小克制成琴 多捡一个杀 试一个呀 好 咱们回到梁雪 开始突突突 真机 这个真机没有闪 也没有黑 好 最后咱用成琴菜 送了一个杀 又扑了一下真机 把主公的一个桃子 也炸出来了 好 大乔有没有方天三杀 估计蓝 手上是一个鸣的 鸣的一个 鸣的一个 是骑定弓 是吧 好 这个元素来了 一个顺手切羊 一个过河三角 好 真机 辣命来 叮的一下 又是一个杀 看蔡文姬 还有桃子呀 这祖宗方桃子可真多呀 让人有点受不了了 是吧 元素再一气 又给我们了一个杀 还给了一张 比较废的一个家里码 反正咱拿到手上再说 好 蔡文姬的乐天过 元素的八卦 第一个胖黑 第二个看看胖红 标准的50% 概率 一通被乐就悲剧了 大条的乐 不会肿水了 你看 小胖这里也没有水乐 真机被冰了 待会就会品尝这朵菊花了 是吧 来 没有 咱们先有一个杀 咱先开个篮板 搜搜反折的牌再说 好 这时候蔡文姬又找主攻陈琴 又找主攻陈琴 又送了咱一个 一个铁索 跟一个梅花过个菜桥 小胖说 我手里一把梅花 这怎么办 好 这时候 无懈可击 要打死李通的角色 李通也要倒下了 是个内奸 真机也倒下了 这一轮 咱就拿下来了 你看 这么多的牌 这一拆 这一个杀 还有一个杀 自己翻面喝酒 否则的话 这个酒是小胖的享乐 咱得气的 真好一张牌都不多 翻面喝酒 然后把这个酒 当享乐牌 气掉小胖一个桃 也救不回他的命 是吧 几度梅花开 这个配音好像可以 没有暗香来 几度梅花开 我们就喜欢梅花 你陈琴 你不是要摸世气势吗 你有本事不气梅花 你气了梅花 都是变成了我们的子弹 咱朝职 洛英发现了 还找到了陈琴菜 这个克制对象 好 今天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今天我们来接着砍 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 也就是他跟他的老对手 司马仪的第一次正面对决 上次我们看到诸葛亮 撤退到了这个鲁城 现在的阎关镇 司马仪的大军也跟着来了 是吧 但是他不敢上去 跟诸葛亮直接对K 也是在这里 这个联兵巨显 跟诸葛亮对峙 司马仪的战术很明显 就跟陆逊对付刘备的 那个一个战术 老是拖死你 是吧 你这是进攻方 你跑到我的这个地盘上来 你的补给线就比较长 我的补给线就比较短 拖到最后 肯定是你完蛋 不是我完蛋 这种打法肯定是非常有效的 陆逊当年就是跟刘备 在那个仪林那里拖了半年 把刘备拖得进不能进 退不能进 最后退不能退 终于抓住机会 把刘备给干掉 不是干掉 打败了 这时候司马仪也要用 同样的方法跟诸葛亮号 这种方法呢 说起来很简单 执行起来却很难 因为你要面对着 无尽的质疑和无尽的压力 来自你的手下的将领 当年陆逊 基本上被他手下喷成狗屎了 还好他挺住了 这时候司马懿也被喷成狗屎了 他手下都说他 为蜀奴虎 你怎么借了诸葛亮 还借了老虎似的呢 你看想当年我们的朝大将军 带着我们打的时候 可是没有这么窝浪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此一时彼此 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诸葛亮的战线扑得很开 各处分兵派遣小分队 赵云从斜谷出 高翔守列柳城 马术从了这里守接亭 如果这次第四次诸葛亮还这么玩的话 那司马懿自然不会跟他客气 但是显然诸葛亮吸取了教训 这次大军没有再分开了 只是让王平继续围攻齐三宝 自己带大军在掳成 这是基本上非常集中 这种集中的情况下 又优先抢占有力地形 如果司马懿要强行跟他开的话 肯定是要吃亏的 但是你这个司马懿的战术虽然是正确 但是面对的这种压力 也觉得有点厚得不住了 是吧 因为毕竟的说出去 这种战术不好听 太泄气了 就像我们以前 这个说怎么打赢抗日战争 大家都知道用游击战 空间换时间 后来早期的抗日神剧 说是用地雷战地道战 是吧 但是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敢正儿八经的 正面的跟鬼子干 是吧 听起来总有点泄气 就终于近现在的抗日神剧出来了 说我们是靠亮剑精神 打败日本鬼子的 亮剑就出来了 李云龙的名言 面对的强大的敌人 就是不能怂 要果断亮剑 即使死了 也要化成一座山一座岭 这样听着多给多带剑 是吧 所以咱们中华儿女是最牛逼的 从来不怕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来了 直接硬钢 当众亮剑 扬眉剑出鞘 是吧 靠这种精神 打败日本鬼子 去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听着就很爽 很有快感 是吧 但是我们都了解一点 历史都知道 这就是扯淡 同时回到司马懿 这里来 司马懿在他的手下的穿握 终于无法实行 他原先的战略了 必须跟诸葛亮亮剑 否则的话 实在是没法跟下面交代了 他这个亮剑之后 是什么结果呢 根据禁书的说法 禁书 司马懿的宣帝 宣帝纪 是大把诸葛亮打得惨败 这个掌获俘 这个上万 把诸葛亮 打得灰头土脸的退回去了 然后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也是大部分人采信的说法 是汉静春秋的说法 汉静春秋的作者 叫习佐齿 是我们现在领导人的祖先 非常流逼的 是吧 习佐齿的汉静春秋 说是诸葛亮把司马懿 打得屁滚撂流 获得出战的是魏延 高翔跟吴班 或者假守三千 还得到什么 玄凯五百 什么什么 一大堆战利品 是吧 假守三千 我们知道一般士兵 是没有这个铠甲的 能戴头盔的士兵 都是比较高级的士兵了 这样的人士兵被砍了三千 司马懿的损失估计要上万了 但是破敌文书说过 一般大家是以一党实的 所以说诸葛亮应该是杀了 司马懿上千兵 取得了这次胜利 同时司马懿分兵让张和去攻打 这个齐三宝的王平 解救齐三的内部 结果也没有成功 被王平防守住了张和 相当的牛逼 总之是司马懿惨败了 那这两种说法 哪种说法更接近 真实情况呢 大家都认为是司马懿败了 诸葛亮赢了的说法 更接近真实情况 别的原因不说 就只有一条原因 就可以推翻 是司马懿胜利的那种说法 为哪一条呢 大家知道这里是哪 这里是牧门道 就是张和被射死的地方 张和怎么被射死呢 是司马懿 是是诸葛亮撤军的时候 张和去追 被射死在牧门道 是吧 如果按照禁书的说法 司马懿在这里 鲁城打了诸葛亮 屁股撂流了 诸葛亮撤退了 诸葛亮撤退 应该往南边撤 是吧 往汉中那一撤 哪会往前北边撤呢 是吧 这怎么样 张和也不可能死在牧门道 是吧 所以只能理解为诸葛亮打赢了 禁书呢 是吹流的 给司马懿粉饰太平的 诸葛亮打赢了 他就可以把战线往前推 可能就继续往这个上轨 这个地方推 推到这里 然后司马懿又稳住了正脚 然后再次实行他的那个托之局 跟诸葛亮开始托 托到后面 大家知道李延的运粮出了问题 诸葛亮就得撤退了 是吧 从这里撤退 要经过牧门道 就比较好理解了 张和就追到牧门道 被诸葛亮撤死了 总而言之 这是第四次北伐 是诸葛亮取得最大成果的一次被罚 司马懿跟诸葛亮亮了一次见 被诸葛亮交做人 从此司马懿也就明白了 当然他手下的士兵们也就明白了 司马懿的那种托之觉 那种耗的方法 诸葛亮耗走耗死的方法 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也就是在第五次被罚中 被司马懿坚决不移的执行 好 今天就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接着看